风景优美的南投清静高空观景步道 今年5月正式启用后 游客络绎不绝 已经吸引13万人次造访 也很想上去的景点 但是就是等天气好再过去 拍得也开心 玩得也开心 怕就是在上山的路途中 如果风雨来的话 有落石或者摊班的情况 那个抢救也很危险 所以还是不会轻易的想要去冒险 周末假期遇上台风来搅局 清静高空观景步道预约额满 南投县府提醒民众 不要冒着风雨上山 订票民众都能退票 在台风清晰期间 有公告停班停课的话 那我们系统会自动来退票 那如果只有台风警报 没有停班停课的话 那游客如果顾虑到上山的安全 那也可以在前一天 那上去这个预购的网站 来做退票的手续 清静民宿业者接受退房或改旗 以免游客败信而归 如果说有路上台风警到的时候 我们会主动通知客人 不要上山 以免造成客人的那个不便或危险 台风期间山区恐有落实 民众避免到危险区域 提高警觉保护自身安全 大爱新闻南投综合报道